开车1.5小时 爬山爬了一个小时 大概有个八九公里啊 终于到了尼哥的老家 在这上面放羊 太累了全上坡 终于到了 和尼哥约了三个月了 今天终于来到了这个农台 我在尼哥的带领下 我们首先进了这个长洞子 这里有个传说就是以前 躲过百年轿了 这个城墙依然建在啊 有部分的垮塌 这里面挺宽的 这就是洞口 洞口还是挺大的 半幅形的洞口 这边还有灶台 我们现在进入这个长洞子里面去看一下 到底有多长有多深 这边啊就是洞口 这个洞口还算可以 这里面雾蒙蒙的 这里面以前住过人呢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发现 碳酸盖形成的这种牛屎 这里也有个啊 这里也有个啊 这个长大了都是透明一点 这里还有个大的 一珠晴天 一珠晴天 这边就完了 这里面这个洞壁成这种黄色的 这里还有字呢 这啥 你 好吧这个东西就这么深 我们要撤了 我现在正在下山啊 独自一个人 我和李大哥去了这个长洞子 里面以前也是住过人的 我们去探索过之后 发现里面并不是特别深 但是这个山铁啊 这个洞穴的内部结构啊 还算可以吧 就是洞穴不深 也相当于是以前的一个古寨的洞子 在那里也是反白念教的时候啊 在那里 杀过很多人 在附近的很多山上都有这种万人坑 而且大哥说他当时他老叫他那地方 挖了个地窖的时候 还挖出来了这个人谷 应该这个传说是真实的 那么关于这个长洞子 我们的探索啊 包括拍摄啊 也就基本结束了 我现在要转站 从这个山上啊 下山到这个河边 也就是到有公路的地方 我停车的位置 然后再继续从山上开车 到另一个地方 也就是团成最出名的造门洞 下一期视频我就分享这个造门洞的内容 关于这期长洞子的视频 我们就拍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